大家好,我是李水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盟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前几节课讲了JBPM的几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包括Decision节点,Force节点,还有And节点 这个节点只说是讲的是流程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节点的一个一种特殊节点 具体来说还有一个咱们需要了解的 就是咱们流程历史是怎么查询的 流程历史有什么作用呢 咱们现实生活中经常要了解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流程这个审批整个序都经过了哪些节点 比如说这个审批从科长到主任再到经理 或者再到更高的级别的领导 这个整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需要咱们去查看 而且经常需要一些显示出来 这个咱们看看这个流程历史 怎么去查询 流程历史查询 咱们JBPM也给咱们提供了一整套的服务 咱们看一下怎么来用 首先咱们还是把这个项目清空了 复制一个新项目 咱们叫做JBPM7 把原油项目关掉 把原油项目关掉 部署进来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以后 咱们开始去写代码 把原来的项目删掉 咱们看一下 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项目 咱们看一下 做这个简单项目的时候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咱们去做一个 先定义一个流程 定义 咱们就要做History 历史 然后开始节点 结束节点 中间咱们定义三个节点 把三个节点都一起连起来 然后保存 这个是咱们就整个一个流程定义 就定义完了 然后定义完以后 咱们根据咱们以前的路子 然后就开始去实现一个 就是发起一个流程实例 部署 首先部署流程 然后发起流程实例 然后去完成流程各个节点的任务 然后走完了以后 到达暗的节点 然后就没事了 这个是咱们原来的一个路子 然后走完了以后 咱们想看一下 这个流程到底经过哪些节点 是不是按咱们想 预先想到的 就是说这些节点 经过这些节点 GPPM是否给咱们保存下来了 咱们以后查看的时候 是否能拿到这些数据 咱们看一下 是否有GPPM 给咱们提供这个服务 是怎么用的 然后咱们看一下 给它定一个K还是 咱们这里边 踏这个1踏这个2踏3 咱就不给它定2 3哪指定者了 咱们就直接从库里边去 拿到这任务ID 然后去完成它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个只是说咱们去测试 咱们这次的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去拿任务 完成任务 而是去看它任务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过程 首先咱们把部署流程 把这个拖进来 咱们去复制一个 上车课讲到的东西 复制一个Decision的一个 咱们就叫做History 把这些没用的都删掉 然后这块盖棉 再S 咱们用 首先第一个方法 首先肯定是要用 部署流程的方法 部署完流程 肯定要发起流程实例 就是它的方法 参数可以传也不传 咱们不传 只流程变量 咱们不传了 然后就去完成任务 咱们把没用的方法都删掉 防止盖上大家 这个咱们就让它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用complete的方法 里边传任务的ID 完成完任务以后 咱们去整个一步一步的把这三个任务完成以后 咱们看一下 这是咱们然后才去查一个流程的一个历史 流程历史怎么去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以前最新用到的一个GPM服务 叫History Service 咱们以前都没有用到 这次正式用了 第一次用 大家一定要注意 看一下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方法呢 就是 Coreate History LTU Instance Query 这种查询方法 基于什么查询呢 基于流程实力ID 给传定一个流程实力ID 然后查询这个流程实力的历史 然后返回 让它返回一个list 它返回的是 这个流程历史的一个实力 那个list 这里边放的就是流程那个 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引进来 历史的也引进来 这样 这个方法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全面 整个的过程是History Service 然后创建Corey方法 然后去根据什么 Corey呢 根据流程实力ID的Corey 然后返回个list 就是流程HistoryActiveInstance 就是流程实力的一个集合 然后这里边咱们去循环 去拿到这个 这个就OK了 然后让它打印一下 看里边都有 这个list 它到底有哪些属性 咱们这个流程历史节点 拿到流程历史节点以后 咱们看流程历史节点里边 都会有哪些信息给咱们提供 来看 Gate一下 首先 流程的这个节点的名称 见过哪些节点 节点名称 第二个方法就是 在这个节点上停留的时间 这个也是咱们要用的 就是咱们JPPM非常人性化 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时间 有一个人审批耽搁了好几天 咱们这块都能拿到 这个浪里形的一个数据 然后流程 当时的流程历史的一个ID 包括end time start time 包括这个流程是 什么时候进入 什么时候出的 都可以拿到 包括它这个流程实力的 trustation name 就是它走出的时候 流出的时候的一个name 都可以拿到 咱们这里边只打印一个 节点名称 然后就OK 其他的属性 咱们在以后会给大家慢慢讲到 这里边就整个就完成了 这咱们这个 整个的一个方法已经洗完了 然后开始咱们去部署完这个流程 然后启动一下 正常情况下 咱们去预想一下 就说我启动部署完流程 大概肯定这 咱们画这个节点 它肯定都要经过这些节点 它是个1 它是个2 它是3 OK 没有问题 咱们首先 首先要去发起流程 首先要部署流程 首先要部署流程 部署流程 点度 报错 咱们看什么原因 Hitter GPTL 这个不存在 因为咱们这个写错了 多写了个L 然后再来一遍 OK 应该没有报错 部署成功了 咱们这次就不去表里边看了 肯定是成功了 然后发起一个流程 这都是咱们老步骤了 咱们就不去打断点了 也没有问题 返回的India 只要返回到India 一个是主页面 就没有问题 流程实力ID 咱们就是这个打印出来的 咱们把它记下来 这个非常重要 咱们就把它 放到这儿 然后呢 进入第一个节点 咱们把第一个任务完成了 当前节点肯定是在 当前节点肯定是在 那个 咱们看到流程历史 就这个 在Task1上 咱们看一下任务 这个任务 任务ID 就是这个任务ID 咱们现在 拿到的就是这个 然后咱们把它完成了 先把第一个任务完成了 Task1的任务节点完成了 没有问题 现在应该是在Task2的节点 咱们可以从输入库里边 看到一下 原来在Task1 刷新一下 它到Task2了 然后继续完成 继续看一下 流程 这任务ID 刷新一下 整个变了 然后继续让它完成 它这个2完成了以后 进入它这个3 没有问题 咱们这期就不看了 咱们看一下 最新的任务ID是什么 1-3 完成 这个也让它完成 这个整个流程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咱们去看一下 这个流程到底经过哪些节点 就用咱们这个方法 咱们按咱们理论上推荐 它应该是经过三个节点 Task1 Task2 Task3 然后这个打印出来 肯定是三个节点 咱们看 是不是和咱们效果一样 嗯 OK 咱们看一下啊 他这个1 他这个1 都是三个 都是他这个1 咱们就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写成0了 把它写死了 这应该是I 打出第2个 这样才是 这样 踏出1 踏出2 踏出3 没问题 和咱们想的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流程 经过三个节点 踏出1 踏出2 踏出3 没问题 这就是咱们查询 流程历史的一个方法 就是经常要用到的 将来咱们大家非常有用的方法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方法 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流程历史 大家也学会说了 我这个流程总共就在三个节点 一条线 肯定会这么走呀 这查询流程历史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个来说 其实查询流程历史 没有多大意义 已经完了嘛 但是对于有些流程 有分支流程 比如说有decision流程 这查询流程历史 就非常有意义了 咱们看做一个这个 带decision的流程 先建一个 叫它DES吧 因为咱们前边讲 有过decision的部署 如果两个都叫decision 会把原来那个冲掉 会影响大家的效果 开始 开始完了 咱们直接进入decision decision完了 然后让它进入两个task task完了 然后再进入一个task 然后进入按照节点 然后连起来 decision让它选择进入task1 还是task2 task1 task2 都可以进入task3 然后进了 这就是咱们decision的标签 整个过程 咱们叫做 k des 这个就是咱们decision 看一下 decision 放错地方了 放到sr下边 src下边 把这个删掉 这样的话 究竟 这段话才有意义 更 就更大的意义 不能说是有意义吧 那个原来 那个查证 肯定也是有意义的 这个 流程走完了以后 task1 task2 肯定只能走一个 因为你这是个选择节点 到底 到了按照节点 你走的是task1 还是task2 再用这个流程历史查询 然后就可以 就非常就有用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首先 流程历史 这就直接能查到 到底是 走的task1 还是走的task2 就是有一个审批 科长也能审 就是 你的 科长也能审批 主张也能审批 到底是谁审批的 你这个通过了以后 所以说咱们查询一下流程认识 历史节点 然后就一目流量 然后整个就是过程 那咱们让它重启一下 流程历史服务 也是也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种服务 这几个服务里边 等会给大家去总结一下这几个服务 到底是哪个常用 哪个不常用 起来以后 咱们先部署流程 还是报错 咱们看什么原因 咱们迪士尼上 刚才只是说做了迪士尼上 咱们前那课讲过啊 自己说人家说了迪士尼上 Mast have啊 要不你你必须有一个什么表达式 要不你就那个header 你这什么也没有 我迪士尼上 迪士尼上不了呀 我决定不了呀 这是咱们也给大家上一个课 就是说我既然做个迪士尼上 你必须告诉他我怎么走 咱们用简单的方式 用这个exp的方式 表达式的方式 这个方式简单 这样就ok了 我这些犯的错 大家也同样去吸取教训 这样也会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 这个迪士尼的节点 ok 咱们然后再部署一下 看看会不会报错 没有问题 部署成功了 ok 部署成功了 然后咱们让他 发起流程实例 发起流程实例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需要传递一个参数了 就是传递那个Map 到底是 到底是我 发起 发起到哪个节点 咱们就node 咱们node叫他 咱们看一下让他走哪个节点 咱们让他走他这个2 他应该走到他这个2了 这次咱们发起流程 发起 咱们看一下 又爆错咱们看什么原因 no process key 就是这K没定义 咱们看这K没定义吗 DES 这定义错了 DES 咱们写错了 写错了 将错就错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看到的 就是咱们把这个Map也传进来 光定义的变量没传进来 它还是不认识 OK 就说完了 这个也没问题 流程实例ID咱们获取到了 这个时候 这个节点应该是在 任务2节点 咱们看一下这个通知里边 看看 他应该在踏上2节点 他流程实例ID是他 踏上2节点 没有问题 然后咱然后把这个任务 给它完成掉 踏上2的节点 这个任务完成掉 让他往下走 进入踏上3节点 把这个任务完成掉 完成了以后 它现在应该是在 踏上3节点 咱们看一下数据库 原来是踏上2 没有刷新 刷新一下 踏上3节点 咱们给踏上3节点 它的 流程 任务ID是这个 咱们把踏上3节点 也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这个整个流程就完成了 就走完了 走完了以后 咱们再看一下历史节点 咱们主要是看这个历史节点 走完了 走完了以后 咱们再看一下历史节点 这个历史节点 这样会就会有起到的 关键性的作用 到底历史节点的 回头里边就会显示 到底是怎么走的 咱们看一下 个对比这个图 咱们应该是这么个走法 进来的 大家看一下历史节点 是不是会描述这个 咱们把这个 流程实例的ID 留程实例的 刚才咱们把流程实例的ID 给到哪了 复制了 然后没粘贴 咱们看看 找找现在还有吗 咱们刚才忘了 粘贴了 忘了粘贴也不要紧 咱们去流程 黑头里边找找吧 只能是这样的 还没讲到那块呢 DS就是它 这是咱们流程历史表 以后会给大家讲 这个是流程实例ID 因为咱们刚才复制了 打印出来 只不过是没有 我这没有把它放到这 结果后来找不着了 找不着怎么办 找不着 只能去表里边找 给大家偷个懒 告诉大家 在这个表里边 黑头里表里边 其实就能找到这个 它其实咱们查一些历史 流程历史呀 其实都是从这个表里边查的 咱们看一下 师傅打印出的效果 跟咱们一样 咱们现在主要是了解 这个API的用法 并不是去 去纠结这个流程实例ID 到底从哪儿获取的 或就获取的方式有很多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个流程实例ID 将来咱们肯定要存起来的 不可能是让它 就在JPPM里边放的 这是多不安全的一件事情 它万一JPPM 它一出实话 把它表清了 那可麻烦了 所以咱们这个流程实例ID 一般都是咱们业务表里边 专门去有个外界 专门去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咱们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断点有吗 打个断点吧 看来更清晰一点 好 进来了 要让它走完 看到了吗 它走的是 告诉咱们这个流程历史 到底怎么走的 跟咱这个流程定义对应对应一下 它告诉咱们 我走了一个 就选择节点 第四任一 它的名字叫 你看了 咱们这个节点也是有名字的 第四任节点 它内容就叫它 我走 它会告诉你 我到底走哪个节点 走了第四任这个节点 走了一个TAS二个节点 走了一个TAS三个节点 然后走完了 有效的节点就走这三个 然后具体TAS个一点 我是没有走过的 所以说这个流程历史是服务 然后这就体现出它的价值来 我这一看就是说 你判断了半天 判断了最后是走了TAS二 我一看 你这个没问题 就跟我预想的 就跟我是TAS的时候 传的是TAS二 没问题 也对上了 这就表明了是咱们的流程 真正体现了流程历史服务的一个价值 去查询它到底走了哪些节点 包括 这只是说咱们简单的查询一个节点名称 包括还会提供一些其他的方法 它会拿一些其他的 包括节点时间啊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本节课 咱们就讲了个流程历史服务 讲了两种 一种是直接走行事 另外一种是底身上的一种行事 都能拿到它走的一个节点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咱们这节课讲完了 谢谢大家 加速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